1 2 3 4 转身 接敌 开火射击 这是四个月军事训练艺 参与特战部队的应用射击训练 而正规特战队员还有进阶科目 移动射击 掩体射击 以及手枪射击 陆军司令部脸书公开特战实弹训练照片 其间还必须搭配力 跪 握 三种射击姿势 每一个单兵他都必须要有一个 很基础的射击技巧 那我所谓的射击技巧不是光只趴在那边做握射 从新训中心开始养成这样子的一个射击基础 那我们下部队之后就可以有比较多的方式 可以去射击训练可以去做训练 受到乌尔战争影响 国人高度关注国军训练内容 陆军最近一系列宣传 似乎希望扭转 过去当兵只能175公尺握射到退伍的不良形象 毕竟单一射击姿势 只能适应瞬息万变的正常环境 除了基本的三姿射击 还加入了坐射以及养射 从个人应用再衔接到小部队配合 前梁山特勤队员亲自示范要如何循序渐进 打好射击基础 结合不同掩体以及队友间的火力协调 这几位退伍特勤队员 希望运用军事专业推广全民国防 而他们认为国军射击技能最大的问题 就是外物太多影响到训练本物 一般平时的勤务太多 平时勤务太多的情况之下 会造成驻地训练的成效没有这么好 国军除了基本射击训练实数不足 对于战斗装备的整合 也还有改进空间 一个现代化步兵 它的战术配挂以及枪支配件 基本上都要符合不同兵种间的任务需求 而且相当多的装备 其实相当的科技化 像是这个内红点瞄准 就可以大幅提升短距离接战的效率 但是国军的一般步兵单位 基本上无法普及这些装备 并且上级还会限制官兵自行购买 要求齐头式的一致 日前大量特战官兵匿名投书 爆出国军制式装备品质争议 以及款式不符使用需求等问题 像是抗噪耳机 战术背心 以及光学描具等等 不同特性的部队 都有不同的使用需求 但制式装备常常无法满足 这些细微的差异 而官兵花钱自购装备 又会被视为违反规定 不是每一个单位 或者是每一个任务的性质都一样 对我们特战部队来讲 可能就可能它的限制性可以用 但是限制性可能会很多 会阻碍到我们在一些 可能战术的运动上面 那所以我会觉得说 如果今天国军都可能没有办法 提供那么完整的一个装备了 如果今天要自购装备的条件之下 我觉得建议就是 可以开放厂商提供 他们的装备的 那个售册的一个条件 我觉得这样会比较好 以美军而言 就定有着装条令加以规范 包含武器配件 防护装具 只要是军方核定的厂商 官兵都能自行购买 而美国陆军新兵训练 除了最远300公尺内 三姿射击 相关配件应用 也是学习的重点 不论任何的兵科 都具备300公尺内的 基本步枪接战能力 在基础步枪训练的同时 也导入了描具的应用 这在以往是没有的 并进行夜间 雨带防毒面具 这类的特殊环境下设计 那如果是步兵专科的话 还要再继续接受 高等步枪的应用设计训练 大致也包含了行径射击 手步枪转换 强弱手 也就是左右手转换设计 国际经验历历在目 国军改革脚步 也必须加速适应 实战潮流 TVBS新闻 李伟华顾尚军 台北屏东报导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导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 小铃铛 中文明银掌握